好我現在比較針對你已經開業了 那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第一個 你一定要很明確的計算你的現金流 這是很多開業的老師 很多開業的老闆 根本沒有好好計算的 所以也許你其實是虧錢的 其實你根本就是沒有賺錢的 你可能都不知道 或者是你以為這樣算你有賺錢 可是其實你根本沒有拿到你自己的收入 我現在先來一條劣勢說你可能會花到的錢 第一個一定就是房租 好房租呢就會是你最大項的支出 再來你會有什麼管理費 再來水電費 水電費是可大可小 可是你夏季你不可能就是省冷氣費啊 再來就是你哩哩扣扣的開銷 可能好馬桶壞了你要修 可能就是好某個器材壞了你要補 再來就是你教學很辛苦欸 你要有你自己的薪資 有些人根本沒有算自己的薪資 好再來就是你教室老師的薪資 再來就是你可能投資很多東西 比如說月普 好你要算清楚來 條列是算清楚說 這是我每個月固定的開銷 然後再看看你的開銷 就是你實際上收到的錢 你到底有沒有賺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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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